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咳嗽 咳嗽的情形有好几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才来请医师看 那这五十几岁他总认为 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平常都是很好 所以一开始咳 四个月前开始咳的时候也不以为意 但是越来咳的频率 还有那种胸部不舒服 甚至会产生疼痛的情形有加重 甚至于到后来也有点咳血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才来就医 所以这个相对就是比较晚 我们才能发现这个疾病 大家看到这里面隐约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斑点 这样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痕迹在那个位置 不是只是一边 我们稍微放大给大家看的时候 你看这一个一个都代表的是肿瘤的一个位置 在那样的一个肺部里面 所以这个肺部里面都已经有 都有这么多颗的一个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是电脑断层 横切面的时候看的时候 这个医师看了也会觉得 能够用最根治的方法的一个机会 相对就已经逝去了 开刀如果只是局限在某一点的话 你把它切掉就没问题 你看这里也有 这边也有非常散在性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痕迹 在左右两边的肺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些肿瘤它因为位置已经靠近我们的气管 这是我们的气管支气管的一个位置 所以会刺激 为什么到最后会产生厉害的一个咳嗽的理由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病人就要做化疗跟标靶治疗 内科的一个治疗 大家可以看得到几个月以后这个改变的一个情形 确实变化也蛮大的 进步也蛮多的 可以看得到原来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然后经过四个月以后 似乎一眼看过去 看不到肿瘤的一个痕迹在那个位置 但事实上如果仔细在看的时候 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痕迹在那样的一个位置里面 所以表示当比较早期 这个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期 如果我们是在第一期 第零期能发现的时候 那么局部这个地方做切除 它效果非常好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症状的前期 它有咳嗽症状的前期 事实上它是肿瘤可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发现它 这也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对空污的议题 要大家多重视的一个理由 从对自己身体的健康 不能等到这个症状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才来做这个X光的这个判定 因为它发现通常比较晚 所以早期有必要的50岁以上 然后家族史有这个肺癌的这个病史 那尤其有抽烟的等等都需要 请胸腔科的医师看一下评估一下 那么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来发现早期的一个病人 所以这个病人经过四个月治疗 是还不错稳定下来 可是经过四年的时间 脑部又发生转移的一个情形 所以肺癌的一个治疗 绝对是让人家非常 这个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理由 就是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个案 越来越多的话 那当然这个早期就能够得到 很好的一个治疗 感谢观看